当地时间1月6日,历时近半年的首届香港电竞格兰P之大赛迎来终极之战。 香港电竞选手黄启轩最终捧起冠军奖杯, 他将在赛后远赴亚洲凤凰车队位于海外的训练基地, 有望成为香港首位由电竞选手晋升而成的职业赛车运动员。 香港电竞格兰P之大赛自2018年7月开始举行, 经过公开资格计时赛、8场半决赛以及此前的6场决赛赛事后, 共有12位选手在1300人当中脱颖而出,进入6日举行的终极之战。 他们透过赛车游戏机体赛车超正式模拟驾驶, 在虚拟的赛车场上一决高下。 两轮激烈的比拼过后,23岁的职业电竞选手黄启轩摘得比赛桂冠。 他兴奋地表示,成为真正的赛车手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, 自己会好好表现,希望可以梦想成真。 该赛事融合赛车运动与电子竞技于一身。 亚洲凤凰车队主理人、香港赛车运动员李英健介绍, 香港没有专业的赛车场,在滇竞中融入赛车运动, 有助于年轻一代车手的发掘和培养。 其实现在的现今的simulator都已经是很成熟了, 一些年轻人可以透过这个电竞从而学会怎么去赛车, 到他们赢了之后,我们会再批评它变成一个真的赛车手。 其实当然simulator是一个模拟的驾驶器, 但当然其实这个电竞的赛车手开始, 其实不是我们发明先的, 其实在日本或者欧洲已经是用这些simulator去发掘年轻一代的车手。 我们香港因为各地方少, 亦都没有这样的地方做赛车场, 其实斗电竞, 现在之前有一些公司做过日产的公司, 其实已经很成功找了一两个很好的车手出来, 变成一个真的赛车手。